大家好朋友们 2月10号了 现在是晚上 20点39分了啊 给大家聊这么一段文字啊 这个说是人的心机啊 人的心机啊 心眼啊 这个城府啊 是吧 害人呀 套路啊 可以伸到什么程度 啊 说我在公交车上 听到了两个大妈 在谈他们的儿子 一个大妈 说他儿子呢 结婚条件还不成熟 但又有生理需求 是吧 这都懂啊 所以呢 他就让儿子交女朋友 啊 这说的女朋友 是不是准备结婚啊 往这个谈婚论嫁 这方向走的女朋友啊 好吃好喝的 对待人家姑娘 好吃好喝的啊 等他儿子 跟人家姑娘 同居 一段时间之后呢 他就站出来 坚决反对 这等于是 这妈和这儿子 唱双簧 就让人家姑娘 给他儿子 满足生理需要啊 他儿子呢 就心领神会 这是一个双簧吗 二人转吗 是吧 一个黑脸 一个白脸 一个红脸 一个白脸 是吧 以 以什么呢 以老妈不同意 以死相逼 为由分手 啊 我妈说了 我妈说 是吧 我要跟你好 我妈就不活了 吓唬这女孩 他说用这种方法 让儿子先后玩了 玩了 就是玩 玩了五六个女孩 所谓的女朋友 实际上就拿人家 发泄这个浴火啊 拿人家当玩物 所以他儿子 非常的感激他 感激他 感激他妈 那这儿子和妈 这不成了狼狈为奸了吗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什么母子 对吧 那么后来呢 又怕儿子尝到甜头 就是不用负什么责任 反正就不断的跟姑娘睡 表面上是男女朋友关系 实际上是 叫什么 性伙伴 叫炮友 就这个意思啊 这个 非常听他的话 非常听他的话 后来他怕他儿子尝到甜头 不愿意结婚了 啊 就就这么玩下去了吧 是吧 这个 就警告他儿子说 说妈妈 让你玩的 这么多的姑娘啊 你应该知道 女人的那个零件 女人的那个零件 就是性器官吧 啊 都是差不多的 是吧 过去我们不是说吗 说一拉了灯 一关了灯 都是刘晓庆 是吧 都是攀红 是吧 哎 这个 所以你分手之后 啊 也玩了五六个了 岁数慢慢的也大了 啊 再下一个 你就要考虑结婚了 是吧 那么结婚后 你给我生个孙子 你再去玩 啊 老太太想见着隔背人了 啊 生个孙子孙女 然后呢 你可以家里有个媳妇 或者你给人 你你把那女的打发了 你跟人离婚了 你再去玩 你看这妈 我觉得 这不是畜生吗 这还是人吗 呃 可是这种人可能还真的有 是吧 我生活中 我还真没遇到过啊 我没遇到过 可能我也没跟人聊过天 是吧 那大妈也不可能跟我这种人 聊这种话题啊 我是没见到 他说他儿子觉得妈妈满满是那个事 只点头 嗯 妈 你说的对 你说的对 嗯 所以 他跟另一个大妈说 管儿子要有方法 不然 哪管得住啊 哎 你看还说这种话啊 他还津津乐道 觉得这是成功的啊 经验 觉得占了大便宜了 那那些女孩呢 被你儿子玩的一溜够 是吧 你考虑人家女孩了吗 说希望提醒年轻的女孩子们 谈恋爱 一定要防着点 是吧 这种母子离他们越远越好 还真是啊 现在这人怎么这么坏啊 说这种叫所谓的 这就是所谓的中国智慧 中国人就是坏啊 说不管你信不信 我是信了 这就是中国大妈的智慧啊 然后有人骂他们 说人渣 说他们家应该断子绝孙啊 还有人说 这就是所谓的五千年的文明 然后说了 说这个 这个大妈的老公 估计也是这样娶了他 然后代代相传 他要是有个女儿呢 也是被人家男人 一个一个接着睡 一直睡到娶回家生孩子 说看来某些女孩见面 先问财产 也是无奈之举 至少明白有多大可能被白睡 对他们家要很穷 是吧 然后又不想跟你结婚 你想结婚 你肯定有 你希望他有个房子 包括有个车 有一定物质基础 他要没有 你跟他交往 是吧 你这个 说只能说呀 强国的国骂 与别的国的国骂的不同 是有原因的 强国就是中国吧 中国的国骂不都围绕着这个男女 这个性器官吗 是吧 这个生殖器吗 然后说绝无可能 说中国大妈都能理性到这个程度的话 他儿子也不用如此计谋了 说这是老妈呀 还是妓院的老宝子呀 说这是儿子呀 还是嫖客呀 这是什么家庭结构啊 太恶心了 说但是他妈的儿媳 也是这样被其他妈的儿子玩过的女人 就是说他儿子将来也可能找到这么一个被别人这么对待的女人啊 也不是什么 是吧 也不是什么好人家吧 现在啊 好吧 朋友们啊 就有这么一个故事啊 其实反正人吧 还是应该谨慎一点 还是应该有底线 也不能随随便便的就跟人家 是吧 这这种事儿男女之间的事儿 如果你太随便了 反正不好啊 反正我们周围像我原来住的那个我住的地方 我们邻居 反正那个女孩 高中吧 可能高中毕业那年 是吧 其实我从来都不给人家瞎说的啊 但是就我们隔壁隔隔一个单元隔一个单元那女孩那个父母 父母就上班去了 因为我不是卖粮油吗 我天天脸盯着 然后那个那个小男孩可能他同学男孩就找来了 是吧 你这个大白天爹妈不在家 你所以你想想象吧 都能想象的出来啊 还有还有我们本单元啊 那个那个大妈那个大妈的外孙子 也是给一个女孩都弄怀孕了 那女孩还做手术了 后来我看那脸色煞白 还蹲在地下了 那明显就是 还有也是我们隔壁单元 也是北京人吧 北京户口 然后那个他爸爸老家是上海人 祖籍上海的 他们家俩儿子 那大儿子那大儿子就是现在今年有多大岁数了 今年的五十好几了吧 应该有五十六七了 快奔六十了 前些年那四十多岁数就是经常换女朋友 差不多半年一换 那几个女朋友长得都不错 但是反正一看都不是北京本地人 都是那种在北京那个打工的吧 就是白领之类的啊 那些女孩差不多半年一换 半年一换啊 反正到到两三年前可能还没结婚呢 他弟弟他弟弟呢 也是到五十多岁吧 五十一二岁才 嗯才结的婚有的孩子啊 那孩子很小 孩子很小啊 平常呢 就到歌厅里边混 到歌厅里边混 还有我们的街坊 那个有一次晚上我们有一个街坊 这都有婚姻 家里边有一女儿 那都是挺大岁数了 那会儿 现在这个人差不多至少有六十岁了吧 我们家旁边有一歌厅 那有一天晚上被我看见了 啊 搂着俩姑娘 俩歌厅的小姐 一边一个搂着 那看见我之后吧 怕我 是吧 怕我给他说什么的 还拿着衣服领子 啊 这样挡着 然后那个 是吧 就就就那什么 其实我 我是不给人瞎说的 是吧 我只在油管上说 是吧 我不在生活中说 这都多少年前的事了 差不多二十年前的事了 是吧 这都多少年了 所以咱们这人 哎 反正人吧 都够乱的 是吧 人太乱了 现在 现在这 这种事 反正女孩注意吧 尤其女孩 男孩 反正 男孩乱了也不好 我记得二十多年前 三十年前 差不多 差不多 九二年 九三年的时候 我在那个北京西城区 就那个白云路 就是那个那个那个 燕京饭店 马路对柜 白云路 那不是一条南北路吗 在白云路 北口的附近 然后那个马路西 有一六小饭馆 我在其中一家 我那会跑业务 然后那个傍晚的时候 把饿了 我就吃个饭 我一个人 旁边桌 两三个 大概三个 跟我年龄相仿的 也是二十来岁 二十出头那样的小伙子 他们好像喝点啤酒啊 吃点饭 在聊天 啊 我在旁边 我就听他们说话啊 就是其中有一个说 我给鸭 那肚子弄大了 啊 那就是一个女孩吧 让人家怀孕了 那是九十年代初啊 是吧 其实当时听的我 嗯 真的听的我 那火腾腾的 我就觉得 这不是畜生吗 这不是人渣吗 是吧 你把人肚子弄大了 你还说 我给鸭肚子弄大了 给鸭肚子弄大了 你他妈是人吗 是吧 不过这种人很多啊 我生活中这种人渣 很多 是吧 我之前也做过节目 哎 这种人是很多的 在北京啊 我说的是北京啊 外地也有 外地也有啊 北京外地我都了解 是吧 这些人渣 啊 这个就千方百计的 这个毁姑娘 毁女人 然后那个 多睡姑娘 然后那个 他们觉得 这个数字 哎 是 那个 是吧 反正这种事啊 我就不再详细的说了 就说到这吧 就说到这种事了 就说到这种事了